那你自己心情調適的怎麼樣 好難喔 太難了 這件事情真的 我還在很大的調適當中 還沒辦法釋懷啦 上一次我那個音樂劇結束然後就回家 然後我就回到家 打開我爸之前會放那個他自己東西的那個抽屜 然後我就打開他看到他的皮夾 抽出他的鐵框卡 然後我就蹲在那個櫃子那邊大哭 然後哭到我媽回來這樣子 因為看到他提框框 我就想說啊 以前就是 我賺錢然後公司匯錢給他 他拿那張卡去提錢 過他的生活 然後我就突然間看到那張框 就覺得哇 很感傷啊 我每天都會打電話給大家 我差不多一天會 最多會打三通 比我還厲害 就是吃得好睡得好 然後每天 對啊就是很正常的生活 基本上因為工作 這幾個月工作剛好都卡在爸爸結束 事情結束之後 所以也都在台北 那你自己心情調適在哪裡 好難喔 太難了 這件事情真的 我還在很大的調適當中 還沒辦法釋懷 上一次我那個音樂劇結束 然後我就回家 然後我就回到家 打開我爸之前會放那個 他自己東西的那個抽屜 然後我就打開 看到他的皮夾抽出他的鐵框卡 然後我就蹲在那個櫃子那邊大哭 哭到我媽回來這樣 因為看到他提孔框 我就想說 啊 以前就是 我賺錢然後公司匯錢給他 他拿那張卡去提錢 過他的生活 然後我就突然間看到那張卡 就覺得哇 很感傷啊 有夢到他嗎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 可是就是 欸 夢中好像在唱歌 跟他的朋友還是 感覺我們就是去一間餐廳 然後大家都在 對 然後剛好那間餐廳裡面有卡拉OK 然後他就唱歌這樣子 就是我最印象比較深的一個夢